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星人般的飞行器穿着太空服似乎是某种人形的视频 这个生物似乎穿越沙漠地区做研究或设计样本 它有条不紊的飞过大面积 解说员似乎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政府部门实验飞机的视频 它不像任何公众所知的那样移动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该地点也支持这一说法 因为大多数政府测试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进行的 以避免被发现 天鹅人 一个有着翅膀的人形生物 有几个视频在网上声称显示可怕的人形昆虫 据说在1966年至1967年之间可以看到它 这个生物也是中原以差吉尔的电影《蝙蝠侠预言家》的主题 它讲述了一个研究人员决心证明其存在的故事 天鹅人是众多信徒中最为持久的信徒家族之一 在美国东部森林里发现一个飞翔的巨型昆虫 一对夫妇正在让他们的同伴拍摄视频 突然天空中出现一个奇怪的物体 在放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不明物体拥有手臂 腿和头部 它以类似超人的方式盘旋在空中 观察散人一段时间 一旦发现地面上的人正在看着它 这个人物就高速地飞过了天空 视频捕捉一个巨大的翼展生物在城市上攻飞行 当它飞过天空之前 这个生物可以拍动它的大翅膀 然后消失在覆盖着天空的屋檐后面 它似乎有四条腿和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使得有些人认为它可能是一条龙 距离和视频的质量很难区分到底是什么 在英国的花园里看到奇怪生物 父亲正在拍摄他的孩子和他的朋友 因为他们正在游览一个花园 他一直拿着摄像机拍摄 当他注意到树枝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时 他们进入一片繁茂的树林 开始观察不同的花朵 他进行调查 这个生物在飞向他们前发出嗡嗡的响声 它似乎有一个像人类一样的手臂和腿 背部有翅膀 他们夺面而逃 被这个令人毛无悚然的小生物吓到了 仙女和恶魔的传说很多 看起来和这个生物很相似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带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带设计